大家好,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KKBOX,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本来是想叫大家去Apple Podcast留言 但是现在好像留言有点看不到 所以就请你们转站到 watchout.podcast的Instagram去留言吧 记得来哦 我们这一集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 哦,为什么 主要是我们两个有一个共识 就是今天这一集就会是我们卧草喵政治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那有第二季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可是你如果先讲第一季的话 至少会觉得说 好像有second season可以期待一下 或是有那叫什么SP特别版对 对 然后就想说 这个第一季啊 其实我们仔细算了一下 如果包含今天的集数的话 总共做了47集 因为我们还有第0集 哦对哦 所以将近 将近50周 而且我们是完全没有休息 你知道吗 是每一周 non-stop 就算是跨年 不是跨年 过年 诶 都两个都讲错 跨年 过年都没有过到 就是节日 节日一样 也没有让大家发现我们其实是预录的 有啊 其实有些运路 这边咔掉可恶 还是被发现的 对 每个礼拜都有 所以连续像是上了46个 45 46个礼拜 对 对 真的十几个月 嗯 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其实没有想到会做这么长 嗯 呵呵呵 对就是一开始 对 原本想第一季 一季通常三个月嘛 一季大概十几个月 我们可能 我们原本想要做之后 啊 做到 我们大概做到疫情结束就好了 对对对对 然后就疫情没有结束 就只好一直做下去 怎么会这样 就像大家没有预料疫情这么长的原因 所以要 我们要回头想一下嘛 犯罪到当初到底为什么一开始 对 会发想起心动念做这个节目 大家 如果你是新的听众 你可能没有机会听到第0集 哦 蛮回 蛮推荐大家回去听我们的第0集 因为那算是我们的初中集嘛 嗯 就是有许了一些 就是说 哎 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 然后那时候我也有提到说 就是要 就是卧槽一直以来的志向 就是要降低公民讨论 参与政治 讨论政治的门槛 这件事情 只是说因为我们 呃 我们做这件事情已经也六七年了 那我们就希望说 用一个新的形式 然后带领新的 想要参与政治讨论的客群 就继续可以用听的方式来参与 这样子 所以就又做了一个 一个政治麻瓜 跟一个政治宅宅的这种 对 节目设定 再补充一下 那个我是扮演政治宅宅 然后凡是扮演政治麻瓜 这应该不用强调吗 真的吗 人物设定还是提 这个这个提醒一下 对然后就是 可是其实我记得当初 设定这个模式的时候 某某是有一点疑虑的 因为他就在思考说 这样子的人 或是这样子的听众 到底存不存在 对 有点像说 到底 因为越泛想象的那个 那个想要的TA 有点像是 他想要关心政治 但是他对政治又 几乎完全不了解 然后他就觉得这样 说这人真的存在吗 他想要了解政治 但是就是完全的白质 他难道没有自己Google过吗 对 所以就在这个人 这个想象的TA这种东西 去纠结说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人 但没关系 反正Podcast的好处 跟坏处有一样 反正我们就讲 管他有没有人 就讲他去看看 对 结果如何 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也只能从留言 去判断 我们的听众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人 可是因为其实不时之中 有人就会觉得 对于我这个麻瓜 所提出的问题 是有 有感觉的 对 我一直说 有人就会说 我觉得范问的问题 就是我想要问的问题 就超麻 超瓜 对 所以所以 所以我就觉得 他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啊 就是他有那个心 可是可能线上的资源 的门槛都 比较高 ok 大家都是讲到就是很很玄的 很厉害 很那个飞上天的 对 没有人去领大家进门 然后我们就刚好蒙蒙这个很好的师傅 嗯 就是巴着他 人物舍顶 人物舍顶 巴着他问到宝 哦 就是有一个偷懒的 偷懒的课程的感觉 所以某些程度真的算是有 有满足当时的一些注重 真的有一些麻瓜的 哎 不知道啊 不知道有没有 有没有都从我们很前面开始听节目人 现在开始就是已经从 政治麻瓜 晋升成稍微这个什么 麻瓜的上一个等级应该是什么 巫师吗 巫师 不行 那这样你就佛地魔了 哈哈 靠 对至少已经进入 成功进入新手村了 哎我觉得 如果你通过podcast这个所谓新手村的考验之后 你们就直接可以去看卧槽的文章啦 怎么我们这有那么难懂吗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但是我觉得是有些帮助啦 就是我们有一些文章还是偏比较深的话 嗯 你再去听就会哎 确实 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我自己一开始看的时候 跟现在看真的不一样 哈哈哈 现在被污染了 我被污染了 对那个范围被污染 已经不是纯粹的麻瓜了 已经不能 对 所以大家不知道哎 大家这个 各个听众朋友们 不知道你们有吗 也觉得我们有达到我们的初衷 让政治麻瓜 让政治新手也能够 更简单 更轻易的了解 到底台湾的政治发生什么事情 对 如果有的话 要记得留言哦 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的话 也记得留言 对 如果你觉得啊 没有哎 我从后到来就觉得你们讲的好难哦 对 或是太简单了 嗯 对 可是太简单 应该也不会留下来吧 哎呦 怎么这样讲 难讲 还是纯粹喜欢看我们两个在那边怼 听得到 看不到对 哦 就是我觉得这件事你要说有做到吗 我觉得我会自己给个七十分吧 七十分 就是及格 哦 及格 但是还没有说很很好这样子 可以再加强 可以再加油 再加油 呵 嗯 然后我想说也可以回顾一下 你觉得 一年 其实一年很长哎 是就是我们这样子每个礼拜做 对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 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或是觉得 哈 啊就是比较 嗯 比较 比较母堂的阶段 这样 我自己 我 呵呵 这样好像在攻击特定的这个对象 但我自己就是 因为我们自己刚好前面有讨论过来 又讲一些 也许比较开心 或比较挫折 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的 心情 像我自己比较挫折的就是 就看到就是突然有些奇怪的节目加入之后 拍行都冲超前面 让我对于podcast的听众的面貌 完全就是很surprise 对因为我们原本想象说 哎 podcast至少在年初刚开始就这一年 从去年底细开始陆续台湾的podcast节目就 慢慢慢慢的增加嘛 那 一开始对这个市场这个观众的想象应该就是 哎相对于对于获取新知啊 对于新科技啊 对于新工具 有比较兴趣的人年轻人这样子 然后呢 到了今年年底 我们下半年的时候 开始非常多的传统媒体 主流媒体进驻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明确的时间点是中秋节 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们中秋节之前的流量都还表现的还算 还算在中中上嘛 对不对 过了中秋之后发生了 对因为后来我们就看到很多主流节目啊 然后像是比如说像是什么 什么温谦世界周报啊 什么吴淡如啊 他们进来排名竟然冲超前面的 我就surprise说哎 这跟我对podcast听众的这个 TA的想象的面貌不大一样 还是没有 这是我个人的误解 其实大家一直都很喜欢听 温谦的世界周报这种节目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回应到 我们上个礼拜有聊到那个 youtube的进场就像中天进场 然后就带来一批新的听众 对对那种感觉有点像 或许是因为也不一定是这两个节目 但就是一些大主流媒体 会看电视新闻媒体的 所以我就往正面的角度想就是说 他们顺便带来的整个 替整个podcast市场带来新的听众 那也许他们也会收到 他们也会因此而得到了 podcast上面其他节目的知识 而不是说podcast的市场会被这些节目 给所谓的干扰污染或什么的 是不会啦 对我们相信这个自由的市场 是会让最好的言论脱颖而出的 对好正面 可是我们也是在那个阶段就发现 我们整个收听的状况 就有很明显的可恶 出现了转变 因为大家的时间是有限的 每个人就是24小时嘛 就是你听了A节目 你就不能听B节目 所以要怎么样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 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第一季可以差不多 因为我们这个模式已经营运了快五十次 对 操作五十次 五十个礼拜 这样回想起来我觉得蛮厉害的 对 就是你知道 这知道你是笨还是 没关系 还是坚持 坚持 对 这好的东西就会有人听 对 范说你来 你自己来 你这个惊喜的地方是什么 那你觉得哇 没想到 我觉得蛮惊喜的阶段是 跟前阵子跟那个 美国国会观测站合作的时候 我觉得蛮不错 因为平常是我们自己 就三个人录 自己随便聊 录音师 然后我跟某某 然后有就是中间曾经跟别的 别的有在做podcast团队合作 就会有一些交流 然后有一些火花 然后就这件事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很surprise的 的那个感觉 哦像那个时候他们 我记得我们大概一起有录了两三集 嗯 对我们有 也有去录他们的节目 对 对 对 咦你有去录过他们 哦对我也有去录过他们 其实都在我们这边录的 对对对 只是人来而已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 这也是也是之后 我们可能会 考虑的形式 对就多跟不同的 也许是 不管是podcast的主持 不同的节目之间的合作 或是会邀一些 呃 其他人来上我们的节目这样 对 说明有不同的火花 让大家可以看到 不同的对 这个效果 因为显然我们两个人的模式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用 一大极限的 可恶 所以就是也 大家其实一直敲完很久 我们就 我觉得有时候也不太好意思 就大家都说 哎我想你们 希望你们找谁上来 可是我们就一直没有去 找之类的 对啊 目前能量有限 对对对 没办法 资源有限 但我发现大家都很少 按定期订而支持我们 对 在那个 对在那边连结 点点点 马上进去点 中间广告插播 对对 对对 那你有吗 那范姐有想过这个 接下来下一季 你还有什么想要觉得 哎 这个我们节目应该可以做的方向 我觉得下一季的话 第一季我觉得 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个 比较空档的时间去 好好回顾说 我们第一季到底做了哪些题目 然后得到哪些回馈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一集就是要不停敲完 大家的留言 然后先鼓励大家到 Instagram去留 对 watchout.podcast 对 搜寻 IG Instagram 去留言 对 然后我们就是也是会从这些留言 他们过去做的题目啊 当然还有一些后台流量的分析跟反应 然后去看看说 或许真的比较有回响的主题 会是我们 是哪一些 也许我们可以朝那个方向去做 要更多人来 这也不一定 对重要的主题 可是有时候我都在想说 会不会冷门的节目才应该更去做 表示说你看 做这么冷门的议题 之前还有听我们其实要对他们更好 是没错 热门的题目大家都做了 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热门 跟别人家热门都不一样吗 像我们有一次就是请我们记者小赖 跟我们讲那个南蒙国的故事 拜托主流媒体哪会做这个啊 OK 或是我们之前讲的什么国防还是什么的 对国防议题 其实它就是冷门中之冷门 但是在我们这边却是热的 就是够冷 够冷屁 所以我们平常讲的不够冷你知道吗 可恶 原来这样子 太大众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 温度又再调低一点 要很冷屁的题目的麻瓜新手 哇 你这又多一个层次 这个设定好难喔 努力看看 我觉得是可以思考范围 然后可以带更多记者或是其他编辑一起进来吧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时间 那范县不要也透露一下 你说 那你自己的下一季 有没有什么打算啊 我的下一季喔 我的下一季应该就会退成那个来宾身份 喔 为什么 来来来 为什么 听说范围 本人 对 这个2020 2021年 就是我要卸下在卧槽工作的身份啊 那这样子 刚好这一年来 除了这个Podcast的话 你有没有在卧槽工作 有没有什么这个心得感想 心得吗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边的工作 就是很 蛮温暖的 蛮温暖的 虽然今天是台北很寒冷的一天 对对对 但是依然感到温暖 就办公办公室风气 我觉得是一个 很值得 打很多新创媒体学习的地方 是不是你在比跟之前 你前一个呆的媒体 我怕我主管会听 前主管会听 好好好 卡掉卡掉 不一样不一样 温暖的方式不一样 一个是很热 一个是刚刚好 没有 是因为我觉得是我们人比较少 所以那个人跟人之间交流 会比较 比较更紧密一点 毕竟你知道 如果是比较大的公司 他们就很忙啊 就你也不能怪人家 OK 那个工作就工作 这样就是分很紧密 就没有那种 我们比较分不清 就 工作及生活 生活及工作 没错 对我们比较有弹性 诶 就是大家没有跟某某工作 就是某某真的就是 工作及生活 生活及工作 代表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都常常 就是下班时间 还是可以在那边回讯息 跟什么 诶这个新闻可以写 然后明明就是在放假 然后就说 诶这个文我想发 那小编都不理他的时候 那我自己发 哈哈 就是对他来讲 就是生活一部分 对对我演 对我对我演 也很像是说 我在做一个我原本生活就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有钱拿 啊对啊 我觉得满羡慕你的状态 啊对对对 我也满希望我之后可以找到这样子的状态 哦马上进入我们第二个业配主题 对因为范 他虽然说2020年结束之后就要卸下在卧槽的职务 但是我们刚刚也是试一下询问过 诶所以你现在有找到新工作了吗 那没有啊 还没有 对所以对于这个 范这个一范的这个工作有 想要找到去工作有兴趣的 欢迎私讯 然后他们 以下连结 他们到底搞不搞清楚我的专业是什么 哎呦你要自己介绍一下 结果他就说 哎呦我专业做podcast 说不定啊 对啊 至少你看讲话很顺畅啊 没有问题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对 这又是一个什么 敢改造完的政治麻瓜 前政治麻瓜 到现在政治英手寸 我现在就很怕说之后 哎我在这个公司待过 然后结果后面人就说 哎只要是有政治相关的 然后他们就觉得叫我去当那个政治审查人 然后我就会抖你知道吗 就吃个麻瓜 不会啦 你现在比大多数的人应该都对我们现在台湾人政治啊 甚至国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绪都更了解 好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是卧槽总编辑的那个 保证是吗 是吗 我我我我等一下再打捏一下说吧 我这就等一下从路吧 没有 我自己还是觉得 没有因为在这边其实 有机会就是认识到很多 就是在 所谓政治的领域上 政治新闻也好 或是说政治全工作很厉害的人 说实在 就算我有被你们教育过 我还是没有那个 很大大的自信 你知道吗 没关系啊 就是已经从那个幼幼班变成的小学生了 对对对 可是我应该比较有sense啦 会比较有sense一点 OK 就知道什么是雷不能乱踩 对对对 然后人家就是有时候网路上看 就是有人在贴文啊 就在抱怨写什么 大陆人怎样怎样怎样 那我现在就知道说 不能说是大陆人 大陆对 你要说是中国人 你就会亮起来 那个对过你以后 那个政治正确警铃就 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这样子 好像会被骂 会被萌萌骂 就是有 对会被萌萌骂 就是你知道我现在 在我的肩膀上面就有一个小萌萌的那个 那个恶魔跟小萌萌的天使 这个不能这样讲对对对对对 午夜梦回了之后你就会听到 会惊醒对 好下个阶段哦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跟 因为我也算是刚出社会一两年 哦看不出来耶 不是我这样讲不太对 我发现 你一定的工作表现 其实没有办法 不会发现说 原来是刚出社会 哦因为非常资深的 这个媒体工作者 因为我实习实习的很凶 在在在学生的时代 就去很多家媒体看过 嗯就是工作的领域 然后我就是觉得 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说 如果你还比较搞不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的话 刚好睡末年中 就除了可能犯自己 要找工作之外 给这个社会新鲜的 或是现在想要换工作的人 年底过年前的时候 想要换工作的人 一个建议一下 来翻翻翻 对就是 就是如果你比较不知道 自己想要做 什么样子的专业 或什么的话 我其实觉得小公司是一个 蛮适合可以来尝试的地方 因为你什么都要做 哦 OK 就是你什么样的性质 我自己在卧槽的 正式职称 其实是设计师 哦哇 今天才讲 你是Podcast设计师吗 没有不是 就是视觉 就是反正我们有在做一些 视觉的案子 就是公司的案子嘛 然后就是主要支援视觉 可是那时候 呃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蛮 因为卧槽是蛮欢迎 就是一些实验性的想法 哦对 有个没得 对 然后我就后来 就有跟某某说 哎那我们要不要来试试Podcast 挑坑 对所以平常在 在话以拉的之余 就是跑来录音 但我要讲这个的是说 你在小公司你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事情 然后他那个讨论的阶层也比较 比较快 不会说你这个要过什么行销部 过什么什么部 然后过了 过了一个月之后才回来说啊你可以做 然后跑到开始已经不知道红去哪了 所以你在你前一个公司有朋友讲的事情 哎你不要再花坑给我就好不好 不会嘛你有很多前公司 很多前公司 嗯 可是他们都会听你的节目 哎我不知道哎 他们其实没有讲 哦默默的听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对 小公司的好处 对小公司真的有一个好处 因为你带大公司的话 你很容易就是那个整个公司体制下一个小齿轮 那有有你也许可以转比较快 没有你可能也没差 那你就只是扮演那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小工具小齿轮而已 但在小公司的话就是 你其实某些程度可以自己可以看到你对这个公司的改变是什么 然后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 影响 对你会比较也会比较有成就感 哎你看有我你看我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而且就是 我觉得这看你就可能觉得好处也都坏出来 就是你会经手也许一个专案一个题目的所有流程 就也许你当然不一定是自己做 但是可能你做一个题目从 从前面最早的企划啊 甚至相关的预算编列啊 然后执行啊修正啊 然后什么从末端的行销啊回馈啊这些 你都会经手一遍 那你就会对整个流程比较有概念 你原本可能原本你以为你的兴趣是设计 嗯 说不定发现你的专长是在podcast对不对 啊你的人生走向对 就不同了 但我觉得有人也会觉得很阿杂 就是说 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五味包的事情 所以我会觉得你如果很明确知道你的专业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超明确你就是 喜欢画画好了 嗯那你不想要跟别人讲话 不想要录podcast 那你就专心的在一间公司做很纯粹的美术的工作 嗯那你才会快乐 对 可是如果你比较不知道的话 就来试试看 然后你就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你就可以看到 啊你可能对于某个点是比较有兴趣的 哦就可以过来 就是转职 对对就你原本以为你是设计 因为原本以为你是想要来当记者 你可能原本以为你是编辑 可能是摄影 但是说明做一做发现 哎原来你的专长在哪里 在小公司就可以开启你的新专长 哎我们好像比较少听某某分享他的那个工作经验 不是我我是想问说 好紧张 这没re过你要问我什么 没有啊我只是因为你比我早出社会嘛 对对是 就是说你在摸索工作的阶段中 你有觉得比在什么样的状态下 哦突然觉得哦这个领域是你想要 所以这是什么这岁末年终的一个什么真心化大冒险嘛 那会就是经验分享而已嘛 哦不我觉得我觉得就有点像我刚刚讲的 基本上因为我本来就对一些社会议题啊政治议题比较有兴趣 然后某些程度的专长又是喜欢去收集各种资料挖那个死人骨头 挖一些历史文件等等 好OK我当作是一个称赞 对那这样有这样的兴趣跟像一个小小的专长 所以就本来就是会想会去找些你看整体资料 嗯把它写出来 然后去去表达对于社会或政治议题的关心嘛 那不管我之前在做的工作 前一份工作我前一份工作是在一个 也是监督政治就跟政治议题相关的NGO嘛 所以在那个上面在这个那个工作上面也非常派得上用场 那现在在卧槽那也本来就是 有点像一个跟政治议题 然后公民参与政治的 为导向的一个媒体有关 所以其实我的专长都或兴趣都很能够派上用场 所以就像刚刚前面讲就是在做一件 你可能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现在有薪水拿 我觉得蛮幸运的耶 因为我觉得蛮多人其实会先做一些 不是想做的事情 对之类的 然后再慢慢去找 像我觉得你算蛮幸运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去小公司的好处 就是去小公司的话 因为大家的任务编制 编制啊 或者要做些什么专案 其实相对的都自由 啊这个时候你进到一个公司要做 就是向上管理 对就是公司的目标 公司会有个战略目标一个方向 但是它不会非常的具体 要怎么执行 所以你就是把 你如果负责一个专案 你如果负责要执行什么东西 你就慢慢把这个专案变成你的样子 但我想要再讲一点 小公司其实也更适合那些 比较积极跟有自律的人 哦对啊真的 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是一个 很需要人家 comment的 然后 然后可是你来到小公司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没有人 没有人命令你 没有人命令你 你很快就会迷失 对就是 就是小公司的 好 这我觉得是好处坏处啊 自由度高 就是需要 背后需要很强的自律的能力 自律对 对大公司就是 因为你是小吃的嘛 别人会 拉着你走 鞭策你 然后你就 跟着这样走走走走 每天就是这样过去 八小时过去 如果你很自律 然后又被人家鞭策的话 压力容易比较大 嗯 所以我觉得两个环境都试试看 蛮好的 没有啦这只是经验分享 对对对 但我觉得都可以啦 我觉得就是适合 每个人个性 可能适合不同的一个 质押入境 对 我们会聊到最来 我们聊太远了吧 所以说希望这个 对对范这样 希望找他像像像的人 去你们公司工作 请来信 这个什么 我们公司有这么好服务 还帮人家 离职的人 捡找工作 没有啊 这个可不可以收什么 重建费 我研究一下 对对 有兴趣都可以聊一聊啦 对对 好 就没有 这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致癌的阶段 对啊 对这也就是我们第一集的想象 其实明年 明年真的是一个很不确定性 也是蛮高的一年 对因为2020年其实就是 有说那个关键字是那个嘛 疫情的意义 就是确实2020整年 大概就是大家都被 就是疫情给溶罩着 就是原本以为 刚开 农历年的时候 疫月的时候 农历年的时候 开始爆发嘛 然后没想到 想说是不是一下要结束 没有到现在 可能到2021年 都还不会结束 对那到底 2020年快结束的今天 我们可能会想象 2021年 到底会不会有看到 疫情结束的那个的时候呢 目前 目前我听到那种 人就是 杂言杂语 就是说应该会是 比较保守估计是 2021年的年底 对 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阶段 所以明年其实也算是一个 不确定性很高的一年 但我觉得正面思考 我们就 可以越来越好 这样子 对所以真的 大家如果希望 卧槽第二季 我们的Podcast可以继续做的话 你要给我们 希望大家能够留言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看我们希望 什么方向走比较好 还有就是很重要 就是要继续支持我们 应期定额 是不是范范离开之后 那个某某自己就要那个 solo吗 solo 说定更有 更有流量 万一这样 不行啦 万一我们这样solo 然后流量更好 这样勤盛 对不起 不会不会 还是可以找我回来的吧 哦对 变领通告费这样子 哦有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 对啊 我觉得 我们就是 其实我还蛮感谢 就是说 真的有一群听众 在听我们讲话 然后不离不弃 真的 而且有听小编讲说 有一个 有死忠的 就是听众都会关心 我们什么时候 上线之类的 就是会 还是有这样子的听众存在 所以对这样的听众 也蛮不好意思的 就是啊我们撑到47级 我们尽力了 对我们2020年 就先跟大家就是 先休息一下 大家好好过个年 2021年 看什么时候 我们会上线 请持续不要 这个持续锁定 赶快这个是这个follow 继续不要取笑 对 跟小编敲完 敲敲 就会有压力 然后 我就必须要做这样子 对 没有 顺便在你离开前 我们预录个十集 直接乱硬讲 这样 对 这是下个阶段 对 那 我觉得还是希望 在Podcast上面 可以再看到 更多元的内容吧 因为目前在Podcast上 我觉得还是 比较多是闲聊性的 哦 闲聊台杠的 当然也有很多 很专业的知识内容 但是我希望可以 更多元 就有对于这一个 这个市场上的期待啦 嗯 那好致死哦 卧草庙政治 就要在政治科普 这一块 杀出一片血路 成为这方面的这个指标 我们好不容易开疆辟图 对 对 不能不能放弃 没错 就是 就是请大家 把我们节目再推广出去 搞不好我们没有录 会不会比较红 哈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 就停播以后 就说 哎你知道 大家以前有个节目 这个这个其实很厉害 然后回去停这样 不是没有可能 饭骨不是死的彩虹吗 饭骨 好我想说是饭之类 喂好 好 这一集就是跟大家 分享 我们第一届的心得 还有饭的质压规划 对 对好 所以相关连结什么 这个什么 今天没有连结 没有啊 饭的履历表什么 会吗 不会 不会 不会啊 不会不会 啊 对 想要这个录取他的人 请私讯我们粉专 请私讯粉专 私讯粉专 然后跟我们讲 对还有对于我们第一届的内容 会对第二届的想象 也都请给私讯给我们 跟我们说 我们什么 做比较好 我们可以继续改进 嗯 然后就最后一次 跟大家说再见咯 嗯 没错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 IG 还有我们的YouTube 各大平台 很懒 都没有讲 那个很多 那个各个平台 其实我都没有去看 那个平台流量怎么样 啊 因为大家应该会 停在Apple Podcast 比较多 还有Spotify 对各种 反正都订阅 订阅 对订阅 然后我们休息的 这些期讯 你可以从头开始听 没错 很多精彩的内容 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一定要定期定额 支持我 少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 那我们就 明年见 有缘再相见 有缘再相见 啊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